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三星电子总裁口东京CordomGen今21日在首尔指出,三星目前正在智力开发可折叠的智慧型手机并遇于明年亮相,外传Galaxy X将在明年1月登场,因此Galaxy X是否为可折叠的智慧型手机引发外界关注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三星新手机很可能于2018年1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性电子展CS中亮相外传该手机的荧幕将分为两个部分,其中一部分为可动视的且手机型号为SMG888N0N0所代表的意义为该款手机为南韩限定。 三星电子总裁口东京CordomGen出席南韩首尔Galaxy Note8记者会时,对于下一款新手机,口东京认为身为业务主管,我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目标是明年推出,但口东京坦诚,现阶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。 此外,三星电子目前也正在开发智慧语音助理。 相关影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